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在上一节课中呢,我们给大家留下了这几道分析题啊 让大家去想想我们总共索引宿主的一个元素有多少种方法 给大家概括了一下呢,就有三种方法 好,现在我们来举例来分析一下 第一种称之为下标法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呢,是接受输入啊 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从这里我们通过什么 通过I这个下标啊 这个下标变量来索引它的每一个宿主的元素啊 这种这个下标法 也就是说 也就是索引宿主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也最常用的 好 接着第二种 通过宿主名 记上出宿主元素的地址 然后再来索引出这个元素的值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实现的 Taste2啊 好,第二种 我们看一下前面是依然一样的啊 这里,从这里开始 好,这里看一下 我们说过了 宿主的一个名称 例如说我定义了这个A10这个宿主 他们宿主名就是A,对不对 这个中话里面的10 表示它是有10个元素的意思 好,这个A这个名称 它在编语器方译后的结果呢 是什么 就是这个宿主在内存中的一个地址 的一个手地址 然后接着连续10个单元的地址 都是这个宿主的 好 那么 用I表示偏移 用A 它是它的手地址 然后用一个信号表示取出这个地址的一个值 对不对 好,这里当I等于0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A加0 那就等于A,对吧 A取出它的值 就是这个宿主的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A0的值 对吧 A0的值 A0的值 好 那当I等于1 那也就是说我地址A加上了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怎么 这个单位是多少个字节呢 那要看你这里是定义什么类型的 对吧 整形的话呢 我们VC加加是 墨证是四个字节的 那所以这里加上I就是指向的下一个单位 也就是四个字节后的一个内存 那就是第二个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实现 编例一下啊 运行 这里接受十个输入 1234567890啊 好 然后把它们都打印出来 1234567890啊 对吧 没有错误 OK 好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 用指针变量指向宿主元素 那在讲这一种的时候呢 它必须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必须将这个定义了这个指针 将这个指针指向哪里 指向了这个宿主的首地址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用P啊 A的词负值为P 这时候呢 就把P这个指针指向了宿主A的首地址 那么同样的道理 P加加 那就是相对P加E了 对吧 每一次就加E就指向下一个单元的位置 OK 我们这里说的单元不是一字节单元啊 是你定义了什么类型 那就是一个宿主元素的一个单元 OK 相对这里我们定义了int类型 那一个单元就是四个字节的位置 OK 好 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啊 0 回车 OK 同样的道理啊 打印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好 把它上掉先啊 好 这是上一节课留下的一个思考题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留下下一节课啊 这一节课的一个思考题 这样啊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 这样一个题目 大家一看上去应该是没有错误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样 这个程序编译之后 它的结果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先看一下 我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OK 程序在这里 编译是没有错误的 运行也是没有错误的啊 这里要求我们输入十个数码 跟刚才一样的 然后把它们打印出来 这里只是用指针指向了 OK 1 2 3 4 5 6 7 8 9 0 好 打印出来确实这样一个结果 而不是我们刚才的 1 2 3 4 5 6 7 8 9 0 给打印出来 而是打印出一堆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数据啊 大家去考虑一下 这个是为什么 Forward啊 然后呢 考虑之后呢 大家可以到这里啊 呃 我们的 跑哪去了 啊 C程序这里啊 C语言这里 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啊 指针一个不容易发现的错误啊 大家在这里回帖一下 看看能不能发现 然后如何改正啊 多点互动嘛 对吧 OK 我们接着来讲 这是思考题 大家课后去思考一下 用数主名做函数的参数 我们在上一章中啊 呃 8.7节 而就在上一章中介绍过 可以用数主名做函数的参数 对吧 我们在讲数主的时候 已经教大家如何用数主名来做参数来传递 例如说这样 我这个指函数啊 这个指程序 这个函数F 他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数主 对吧 很明显 这样是一个数主 因为这里是声明 我们没有必要说给出的数主有多大啊 这样不要灵活 就告诉他这是一个数主就行了 OK 那第二个是一个整形的变量 好 然后我这里呢 就声明这个数主 然后把它调用 对吧 我们给他给他的是什么 给他的是数主的地址 对吧 给他的是数主名 我们说过了 数主名 就是相关于这个数主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而数主他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例如说我这里定义的是十个元素 那么他就是从第一个地址连续的十个元素的地址 都是属于这个数主的 OK 就于黑社会啊 他是成帮结派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一些要解释一下 我们在这里在编译的时候呢 我们的VC编译器是默认是将这个数主啊 将这个数主是按指针变量来处理的 相当于将函数F的首部写成了这样 以上两种写法是完全等价的 因为呢 你可以去试一下 看他的一个编译后的一个汇编代码啊 他的机器码是一样的 说明他的翻译后他们是一样的结果 OK 你传递给他是数主 他翻译的话就是指针 按指针来翻译的 OK 就是给出的是地址啊 把数主的首地址传递而已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呢 我们西语言啊 通过调用函数 使用仓数来调用函数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直传递 这是西语言的一个特色啊 当变量名 做仓数 做函数仓数传递的时候 是传递变量的值 当宿主名做函数传递 函数仓数的时候 由于宿主名代表的是一个宿主的首地址 对吧 首元素的地址 因此传递 传递的值是一个地址 所以呢 我们要求行仓是用指针变量 啊 OK 啊 指针变量啊 就是一个地址 好 我们来实战研练一下 将宿主A中 N个宿主 N个整数 按相仿顺序存放啊 这样 给大家一个图片 例如说宿主A是这么回事 啊 这是宿主A啊 A的原始状态 存放后 A的存放后的状态啊 这是A前 这是A后 A前 它的第一个元素是3 第二个元素是7 第三个元素是9 第四个元素是11啊 然后呢 我们调用了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使它相仿顺序存放 存放之后的结果啊 最后一个元素放到最前 第一个元素放到最后 对吧 一次调换 OK 大家考虑一下这个题目 好 大家考虑一下啊 我现在接着来讲 嗯 大家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先考虑一下 不然我一下子就跟你说答案 这个题目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好 我们这里先定义一个reserve reserve 这是仿向的意思啊 我们这里叫仿向存储嘛 就应其义得其名 reserve reverse OK 我们从man行数开始来研究 这个man行数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十个元素的整形数组啊 分别元素是这样的 跟着课本来 然后呢 the original original呢 就是原始的 原始的数组是什么 把这十个元素给打印出来对吧 然后打印个回车 接着我们调用了reserve这个行数 reverse这个行数 reverse行数呢 就是怎么样 作用使得 作用使得 数组 重新排放啊 重新 倒序 排放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行数啊 我们看他怎么做的 这个其实做法很简单 相信前面如果学的踏实的同学 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了 对吧 好 我们这里定义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变量 对吧 以它为中间 然后把最前的和最后的发生掉换 那就ok了 发生一个替换 对吧 ok 只要小于中间的这个值 它就发生一个替换啊 所以呢 这里是指向后面的值 对吧 做一下注释比较好啊 追 指向 对应 的元素 什么什么是对应的元素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 例如说第一个对应的是第几个 就是第 最后一个对吧 第二个对应的就是倒数第二个 第三个对应的就是倒数第三个啊 这叫做对应的元素 看是不是这样 追啊 我们用 nn是整个所有数列有多个元素 减一啊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输的 所以减一 然后在减i就得到了 它倒数的第几个元素的一个位置 对吧 所以给它追 然后使它们发生掉换啊 这样使它们两个替换啊 si和s追发生替换 然后替换完之后 它就不就实现了倒过来的存储吗 好 然后就把它打印出来啊 the area has been been has been inverse 被导存了 我们来看一下 ok 对吧 导过来存储了 我们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小小的挑战 好 既然有第一个版本啊 数主名做参数 那我们想必肯定有第二个版本 指针来做参数 我们刚才 再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里 是用数主名做参数的 看到没有 用数主名做参数 我们传递给它的是 数主名 对吧 其实呢 也就是传递给它这个数主的一个地址 对吧 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传递给这个参数啊 这里做时仓 传递给它 然后调用数主名 ok 那么现在改一种思路 用指针来做参数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其实区别不大啊 区别不大 这里我们给它的传递的是什么 定义的 它是一个指针变量 ok 传递的依旧是什么 依旧是这个数主的一个数主名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这里获取的是一个指针变量 然后呢 这里有些许的一个改变啊 这个主要区别还是在于这个 行数的调用的内部 对吧 我们之前调用的 我们是用什么 是用数主的一个下标来做索引 而我们现在呢 是用指针来做索引 怎么办 用指针来获取这个数主 ok 因为其实呢 这个I指向的是什么 它这里指向的是X X就是这里 X就是这里存 传进来的数主的一个第一个地址 也就是I指向的是 我们要做一下注释啊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I 指向 数主的第一个 元素 对吧 而J呢 这里X加上N减1啊 多么熟悉的一个算 一个形式 那很明显是等于什么 J 指向的是 数主的 最后一个元素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数主 是从0开始索引的 所以它要减1啊 或许你先减1 再来加N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P等于S加M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M这里 是等于N减1 除以2 那就是M字等于中间的值 对吧 我们要调换嘛 总要有一个中间 以中间为基准 前面和后面的相对换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都要以中间这个M的值为基准 对吧 然后这个跟这个配一对 这个跟这个配一对 这个跟这个配一对 配对 对吧 有一个基准来配对 这样才能够实现调换 好 指向中间 配对啊 接着我们就在这里实现了一个互换啊 指定运速 实现一个互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能不能正确的实现 实现 OK 跟刚才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框到家 好吧 把它给关了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练习比较多啊 练习比较多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课后题 这个课后题的题目呢 就是说从零个数中找出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 啊 不是零个数啊 十个数 OK 老师有时候会初心啊 十个数中找出里面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榜本 在哪呢 这是第一个榜本 第一个榜本 我帮大家弄出来了 这其实是课本里面的一个题目啊 我把它改成课题 让大家去研究一下 我们先定义了两个全局变量 一个是max 一个是min啊 max比较存放最大 min比较存放最小 max mean value 就是说取得最大最小值的一个函数 好 然后我们这里要求我们输入十个 行数 呃 输入十个元素 分别存放进这个 number 这个数组 这个整形数组 对吧 存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调用了这个 调用这个 获取最大值最小值的这个函数 调用之后 我们把最大值打印出来 最小值打印出来 想必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已经给了全局变量 负了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吧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是以 指针 不 以那个数组 作为参数来传递的 好 它这里数组 然后定义了两个指针 对吧 大家去领悟一下 这内部是如何操作的 其实呢 跟之前不讲数组 不讲指针的解法是一样的啊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让大家 体会一下我们这个解法 然后把它变成第二个版本 用指针来做参数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版本 用指针做参数 把它改一下啊 小改一下这个程序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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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